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智慧就是残 有安定性就是残 现在许多的人都看到我们台湾有好几个道场 有好几位法师 乃至于有些居士也在推动残修的运动 大家说打残器咯 有的连续地打几个残器咯 那么也有的在周末来修行 那么也有的利用几天的时间来修行 像这种残修的一种情况 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 应该说是对的 但是不要以为一定需要 在寺院里边过上几天的生活 才能够叫做残修 残修本身事实上是行坐坐卧 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 生活起居 吃饭 睡觉 走路 甚至于上厕所大小便 都可以叫做修行的地方 或修行的时间 就是看看我们 自己是不是心里是非常安定的 还有是不是我们的心 经常是在身体跟心是在一起的 还有我们的嘴巴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心里边讲什么话 嘴巴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讲出来的 或者是嘴巴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边也就是讲到 你自己所讲的话的那一种念头 那么这个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就是修行 曾经过去有一个 这是历史上的残中的公案里边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大官问一位残师 他说 听说禅的残疾 就是在平常生活中 请问是平常生活中 是怎么样子来表现残疾 来表现残疑 来修行禅 这个禅师 大费所问 他们正好在一边喝茶 一边也是点心 那就他大费所问的 他就讲 请用点心 这位官员呢 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奇怪 我问什么是残 在平常生活中 你不告诉我 你怎么叫我吃 吃点心呢 残修的意思 是可以在平常生活里边 时时刻刻 心不会乱 甚至于你听到有人赞叹你 听到有人批评你 听到有人刺激你 你听得很清楚 比如说刚才 我们有一个人 你叫问我 甚至于说 师父 你横上镜头 这个也很有人缘 我听到以后 我说谢谢你 事实上 对我来讲 我只听到你讲话 我应该谢谢你 为什么呢 对你来讲 我应该谢谢你 因为你很不容易来赞叹我 赞叹人 这是个美德 这个应该也感谢你 希望以后 你多多的赞叹人 不一定的赞叹我 不要阿语我 不要碰马戏 而是真正的说话 说一句赞叹的话 但是对我来讲 你赞叹你的 对我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赞叹 我听到了 很清楚的 这是你在赞叹 这是你的心里边 所见到的 所以为的 应该呢 你觉得要赞叹 那这个是很好 但是对我来讲 赞叹是没有用的 被你赞叹以后 我对于忘形了 那我就完蛋了 被一个人骂一句 我饭都没得吃了 那我也完蛋了 被人刺激一下 那我想个 蹦蹦跳 那我也完蛋了 所以我们呢 要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呢 真正的用 一种禅的方法 一种禅的精神 以及一种禅的观念呢 来帮助我们 心里要稳定 要安静 要不受人的刺激 影响 那是最好的方法 那也可以解释修禅了 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 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 因此禅中有一句话 你们听到过没有 十字接头 什么 好心心 十字接头好修行 十字接头好禅禅 真正禅禅呢 所以禅的意思 就是说心无而用 身心一致 这就是禅禅 比如说 这修生呢 同学们呢 正在读书的人 你听老师上课 你应该呀 专心意义地听老师上课 这个就是禅了 如果你一边听老师上课 一边你在忽视乱想 那就不是禅了